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中江 民进党执政挑战一波波 昨天有大约6000人在总统府前游行 要求矿业改革撤销雅尼展现 不少人惜家贷卷 表达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也希望蔡总统看见台湾 但是主管机关经济部 有没有看见呢 为什么行政员说要还评 那经济部却是在矿业法修法前 火速以3.5个月的时间 就通过雅尼展延20年到2037年 然后任职20年的矿物局长朱明昭 也火速地申请退休 为什么时间点这么巧合 是不是有独厚护航雅尼之险呢 我们的官员变成企业财团的门神吗 那为什么矿物局的官员 会去身兼矿物协会的理监事 难道这不是求援兼裁判 那现在民进党政府被质疑到底是跟人民 环境正义在一起 还是跟财团一起 而且执政挑战还有一例一休 很多中小企业叫苦连天 7月是不是要开阀了 很多县市是不愿配合的继续去辅导 但问题依然存在 困扰是不是会拖更久呢 还有前瞻建设条例 执意声浪越来越多 现在最新的民调反对已经超过赞成了 那政府的论述以及十万本的小册子 是不是足以说服大众呢 相关问题我们一探讨 首先介绍今天来宾 民进党立委叶宜金 大家好 还有国务党文成会副主委胡文奇 中江好 大家好 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中年晃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民间团体 昨天发起的625 看见雅尼抢救泰鲁阁大游行 吸引了6000人参与 来看VCR 五烟六色的烟雾弹 震耳欲聋的矿场爆破音 超过20个民间团体 发起的625 看见抢救泰鲁阁大游行 队伍冲破弥漫烟雾 从行政院整队出发 尽管是艳阳天 依然不解民众的愤怒 3000人走上街头 从行政院挺进凯道府前 不少人席家带眷 小到三个月 大到80岁 他们是我们的下一代 是国家的资产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都四处在 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如果被破坏了 那以后我们该怎么生活 在这块土地上 我是在台湾国家有站那边 建厂场爆炸 果实我们家都震动 台出绿油油的台湾形状 希望蔡政府能向导演齐波林 用更高视野关注台湾山林 永续发展 已经聚集了有6000人 当然是希望说蔡总统 他去年八月跟我们的 原住民族道歉 那但是今天那么多族人 会被迫站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打破了他们的承诺 甚至去为了一个财团 架空我们的原基法 我们要修法 经济部不知道吗 知道 知道我们要修旷业法 赶快让雅妮通过 这样的部长要不要下台 我跟李世王讲过 雅妮部长这顶帽子你戴定了 民间团体要总统道歉 立委徐又明要经济部长下台 面对排山倒海的提权声浪 雅妮紧急发出四点声明 强调尊重团体与个人 表达意见权利 不过雅妮在花莲的矿区 不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内 而且雅妮行事一项政派 愿意配合政府政策等 只是目前撤销雅妮矿权的联署 已经高达21万人之多 如何妥善平衡各方意见 也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好 我们看到雅妮在花莲的新城山矿产 其实历史相当悠久 有多久呢 争议又在哪里呢 来透过图卡我们来看 它的所在位置是在花莲县的秀林乡 核定面积是185公顷 那矿权的期限是从1957年 时间相当的早 那雅妮就取得了花莲新城山矿产 这个权力有40年 到了1997年首次展延期限20年 那2017年3月经济部核发第二次的展现 有效旗帜 2037年的11月22号 这时间加起来有将近80年之久 那再来看 它的这个争议所在 生态回复呢 25公顷的矿区 跟泰鲁格国家公园重叠 那雅妮呢 虽然在展延申请时呢 剔除这个范围 但仅做水保以及直升富裕 再来土地争议部分呢 遭控侵占泰鲁格族的土地 那环境安全部分 雅妮矿区的范围内 有三条土石流的浅室溪流 好 我们看到这些民间团体 希望蔡总统能够看见台湾 我想请教年晃 那经济部有没有看见呢 还是只看见财团的需要 这件事经济部处理确实不好 尤其我最不能原谅的是 当立法院在3月要修矿业法的时候 你经济部却在3月14号 去核准亚尼的展现 那跟过去的比较起来 过去大概都要花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会准 而这次雅妮却只花了 大概三个月就准 这里面有太多的巧合跟不寻常 那我最不能接受是经济部 你3月14号已经准了 可是从14号之后 一直到25号 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 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竟然上次部长 下次这个比较基层的官员 没有一个人去告诉立法委员 说报告委员 其实我们已经核准了 有这么难吗 你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说 那你是不是刻意在隐瞒些什么事情 对 感觉像在掩护 对 这就会让人家 当然经济部也许他会觉得很委屈 说我都依法 没有错 我相信你是依法 可是有必要这么快速吗 你为什么不照正常的程序来 就大概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而且你明治立法院要修矿业法吗 有必要这么急吗 也难怪大家会对经济部 会有一些指控 那更何况经济部在这波 亚尼事件的表现里面 我觉得根本是荒腔走板 后来开始大家慢慢发现 矿物局相关的官员 上次局长 下次组长 都在矿业工程协进会 或矿业工程学会 有兼任一些职务的时候 当大家提出质疑的时候 你经济部告诉我们说 各个社团法人都有产官学 这很正常 我觉得这种回答 会让人家觉得 你真的是活在火星里面 所以你光看这两个问题 包含当地很多原住民朋友指控 在1957年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指控说 当时亚尼是用不正当的手段 取得他们的土地的 因为他是说 当时他们并没有告诉他们 这个土地从此之后 他们就拿不回来了 当时只说 他们以为是 就跟他租土地而已 就没想到一租租了60年 接下来还要继续再租20年 长达80年 80年一个婴儿都从出生 都活到80岁 所以这里面有 有比较大的范围是 牵涉到一个 转型正义的问题 这个转型正义就是说 你当时有没有涉及 用不正当的手段 从原住民手中取得土地 这个是需要用转型正义去处理的 那经济部这一块是 你没有错 我同意 现状是台湾很多的法人 有很多的 政府的官员在里面 特别是一些比较专业性 比较高的 可是这个问题要不要处理 求援监裁判 对 你产官学大家一家亲 这个是过去台湾旧时代 一个非常不好的肉席 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发现 这个问题存在 而且也常年来受批评 那你经济部 你的态度应该是说 我站出来说 大家说的是 我觉得这个现象 我们也不能接受 我们将来要来检讨 你经济部只要一个行政命令下去 经济部所属的单位 任何的公务员 你不得兼任民间社团的董事 或任何职务 你要关心这个社团 所探讨的议题 可以 开会的时候 你就去参加就好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兼任董事 或是常务董事 或是监事 为什么一定要兼任这些职务呢 你一定会让很多人怀疑说 你这个是不是去当门神 或是为你将来退休之后 遇埋后路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不只是雅尼的土地的取得 还有这个产官学 大家一家亲 这长期来讲 这应该是处于台湾过去的 转型正义的一环 那这个部分当然要处理 可是你现在当务之急是亚尼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 我的判断 亚尼虽然这个矿权展颜核准了20年 但是我的判断 以现在当下的政治的氛围 跟整个行政院的态度看起来 我认为这个虽然展颜到现在没有废纸 但是它将来一定要补还评的程序 我的判断 所以不会撤销 你觉得不会撤销 因为你要撤销跟废纸的定义不一样 撤销是指这个违法 就这个行政程序违法 所以你才能撤销 那废纸的话 就是说在没有违法的情况之下 就我政府可能因为政策改变 我就可以把你废纸掉 你现在如果 当然你要撤销也可以 因为这行政命运本来就可以撤销 可是你在现在这个当下撤销 你可能会面临将来 亚尼一定会打行政诉讼的问题 我认为这一定会打 就是说它程序都没有不法 对 都是合法 目前看起来程序有很多可疑之处 很多人说这个过程都是合法 但是不合理 对 就是它程序有可疑之处 但是有没有不合法到要撤销 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的确是没有 可是因为它现在将来要修矿业房 它中间再卡一个环平 所以我觉得就政治实务上来讲 亚尼这个花莲新城山矿区 将来如果要继续展颜 因为其实它采矿权是到今年的11月 大概有5个月的时间 就它如果要延续那个展颜的采矿权的话 势必要经过环平 那如果环平不过 可能这个展颜 可能就会直接被废止掉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我认为在现在的政治实务上 看起来事情会比较朝这个方向发展 可是你解决了亚尼的个案之后 你后面还有台湾 大概还有一百多个人在开采中的矿场 其中包括有不少其实是水泥矿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做一个比较通盘的检讨 就从我刚刚讲的那个点 就你当时取得土地 也没有设嫌用不正义的方式 或不正当的方式去取得土地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嘛停止采矿 还给人家 要嘛就是跟当地的原住民 这些受害者 你跟他谈 协调出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机制 要不然这样的抗争 我觉得亚尼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对的确 因为台湾还有相当多的这个矿场 但是亚尼绝对是一个指标案件 来请教委员 这个部分恐怕也是这个考验 民进党政府现在要怎么样处理 才比较合适 毕竟他已经取得了一个 合法的一个行政程序 那现在恐怕外界就指引 你民进党要怎么处理 才会让人家感觉 你是跟人民跟土地正义站在一起 而不是跟财团站在一起 是 这件事呢 说实在的 矿物局非常有问题 矿物局有问题呢 不是一天两天 因为经济部很大 经济部里面的矿业局 坦白说 在亚尼事件以前 得到的这个注意不多 大家不太注意这个 所以呢 矿业局非常有问题 最有问题就是这个局长 叫做朱明昭 他实在在这个位置上面太久了 再加上刚才 林晃讲的 他还兼了民间财团法人的这个职务 然后相互为用 非常不好 但是 这个问题不只是这样 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很早就注意到矿物局的问题 特别是这个朱明昭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台江国家公园 台江国家公园呢 他刚刚亚尼还说 他没有在大陆国家公园里面 他就在台江国家公园里面有采矿权 这一家 但是有了采矿权以后几十年 从来没有采过任何的矿 就是其实那个评估有点问题 他要来采 他自己评估有 结果没有嘛 所以没有来采 可是在我们规划 划定这个叫做国家公园以后 矿物局就像亚尼一样 很快速的在给他展延他的矿权 他从来没有去那里动过工开采过 他还是给他展延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矿产法 采矿法里面有补偿条例 这个机关就在这里 意思说他可以拿补偿 对 将来化定为国家公园 他马上可以领补偿 我发现了 我认为这个根本就是想要A政府 我不断的跟矿物局说 你怎么为什么突然就给他准了 他从来没有开采过 完全不理我 后来呢 我在总执行 那时候国民党执政 总执行的时候 不断的拿出来说 才阻止了这件事 好 所以呢 现在回来 关键在哪 这个法要不要修 一定要修 我们知道这个法一定要修 就像我跟各位讲的 我了解这个要修的关键 两个点 一个就是补偿 全世界去查的结果 矿产 土地 地下 所有的东西 都是全民共有的 是老天爷给的 不是什么人努力的 所以这是国家所有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补偿 除了韩国以外 韩国也在检讨这个政策 所以国家如果这个矿产 影响到任何的就可以取消 没有任何的补偿条例 这一点我认为台湾必须要做 何况我们是这么小一块的台湾 土地这个补偿条例应该要删除 在修法的时候要努力的 另外一个就是环境影响评估 都已经什么时代了 这个矿业法还没有环境影响评估这个 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修法 我一定会努力这两条 但是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做 我刚刚说那个补偿条例 就是现在我们不能马上取消 亚尼之关键所在 你现在马上给他取消了 他马上就来申请国家赔偿 因为现有的法律 还是有补偿条例 所以呢 我认为应该用环境影响评估 而不是一下子就很草率的 用这个取消他的所有权 虽然那个准许 我们真的觉得朱明昭很有问题 什么时候要修法 我跟各位 我们会把它列为优先法案 但是大家知道 是临时会还是下个会期 对我现在要说 临时会的东西是不能够说 我可以塞什么就塞什么进来 是要开临时会 要先确定你要审什么法案的 我们从今天这一个礼拜来的 年金改革的进度 看起来就知道 国民党用合法的意识拖延 这样省下来 我们可能年金改革都没有办法 三个法都通过 公务人员可以过 教师可以赶快想办法过 前瞻的条例都不太有把握 政务人员恐怕在第一次临时会 都没有办法处理 第二次临时会 必须要把政务人员排进来 必须要把前瞻条例如果能够顺利的话 或者不顺利的排进来 有没有时间塞进矿业化 这个要看时间 有时间我们绝对会赶快 希望能够赶快来处理 那亚尼的部分 我们也一定无论什么时候 会尽快赶快来 对除了修法 但是亚尼已经拿到这个展现20年 那后续要怎么处理 比如说也许给它落日5年或10年之类的 有这个可能往这个方向走吗 任何方向都有可能 我认为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 要在环境影响评估以前 它不能够动 必须要补环平就对了 OK 来来文琪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的这个矿业 当然现在看起来 亚尼的这个时间 跨越60年之久了 可以说现在已经是蓝绿 这个历史工业都必须去面对 那亚尼部分要怎么去处理呢 我想没有 我还是要先回应一下叶委员 其实叶委员刚才讲的一番话 我都觉得很有道理 尤其晃哥刚才已经把亚尼 感觉上合法 但是可疑之处都讲出来了 但是刚才叶委员的说法 让我以为说国民党还在执政 现在不是民进党 蔡英文已经执政了一年多了吗 如果真的里面有鬼 我的意思是说 就像刚才晃哥讲的 这里面有没有鬼 难道大家都不好奇吗 一个矿业局局长 能够火速在3.5个月里面 做出这个决定 其谁能性 为什么大家不去好好的查一下呢 为什么他可以明明正常的状况下 要一两年要查的 会不会又是我们传统 我们之前讲的歌手 原住民的歌手把奈讲的 民进党政府又在骗我们了 搞到最后好像国民党还在执政 结果叶委员是用在野党的身份 在质疑现在的政府 质疑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矿业局 我要强调的 当然也许在一开始 我觉得因为这个雅尼 是因为齐柏林的事情 我觉得也许我先利用一个机会 就是说 我还是希望我们民进党的好朋友 好好的想一想齐柏林的儿子讲的外审 二代的想法 大家都是一起爱台湾 怎么样去爱我们可以好好来讲 因此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觉得最有趣的状况 就是说 在矿业局局长不能够自己一个人独大 就朱明昭的一个状况下 我说他很奇怪的一点 行政院的林奎 还有我们的经济部长李世光 你们都没有看到他 有一丝丝的任何的震怒 虽然后面有补一个说 那以后这个矿业法 我们旧的矿长 还是要准用还品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一想看 如果民进党真的有心 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我讲一句白的 不当党产条例都可以追溯既往 到1945年的8月15号 对于这个已经火速退休的 朱明昭 你要不要把他抓出来 好好的问一下 到底当时候的鬼 是谁指使你 谁要求你这样做 我听说这个答案不就很清楚吗 至于刚才大家讲的说 所谓的什么16位的 他们的矿业局的 去兼什么民间的什么矿业协会 16位 各位我要容许我提醒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那这对我们之前中国国民党指控的三百多位的大小肥猫 还有三级机关行政首长的一个政治任命案 还有外派人员的 他们都要挑什么欧美日本 这些是不是比这些更严重 我听说民进党政府不能够嘴巴说一套 然后实际上做一套 如果是真正的改革 你真的要避免这些 你就从自身开始做起 那我当然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 就是我们最近讲的所谓的赵峰金 什么老男男 我听说你就办出来给我们看 因为现在我觉得以民进党的逻辑 似乎他跳出来了 我觉得他会让台湾人民混淆说 现在到底执政党是谁 因此我觉得这个案子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雅妮的事情 如果像我们叶委员讲的 我赞成 但是我跟你讲 这有一个好高度的风险 你现在用还评去卡它 可是事实上各位都知道 基本上它是合法的一个申请 我的意思说 为什么FDI就最近所谓的 不管是外资 还是我们本地的投资 不断的撤退 或者说不断的不投资 我的意思说 我们一个国家的政策法令 如果又可以因为民进党政府 一个刻意的技术性的杯葛 我的意思是说 雅妮你要查清楚 但是雅妮的撤销 或是什么用还评去卡关 民进党政府要发挥大智慧 对 因为大家都在看 我雅妮这个案子 你今天民进党政府 为了说有21万人 我倒不是说谁对谁错 而是说你民进党政府 必须拿出一道实际解决的 问题的方法 否则你就会一再地陷入 所谓的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到这搞的内支外支 没有人敢来台湾 所以我才会常常举一个例子 你说要发展新南向 可是你看到何美约 是到美国发展什么生计团 民进党的执政的逻辑 错乱至此 我觉得也许 民进党的一军 像叶委员 真的应该好好的要求 民进党的蔡政府 你好好地想清楚 你执政的优先顺序 雅妮案 你就彻彻底底 给我们一个交代 否则 我担心的是什么 各位礼拜五 王国才讲的那句话 就是蔡英文总统 你开的恶力 王国才说什么 是不是把那个案子给太多了 华航罢工案 我们希望雅妮的这个案子 千万千千万万 不要再变成第二个华航罢工案 否则 其实它浪费的 不只是台湾的纳税义务人的钱 其实也是让台湾的国际竞争力 在国际上月趋衰退 而且我最后要强调的 民进党政府 其实不用花五千多万的 媒体的什么采购费 其实只要听听胡文奇 每天在野党 我们到底在骂什么 其实不用花那么多钱 听听我们怎么讲 文奇今天的意见 其实也是蛮务实 也就是说 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 民进党政府该如何处理 来 志豪 这部分对民进党是一个考验 特别是我们看到 这整个展延20年的过程 似乎有相当多的疑点 那特别是矿物局长 突然也紧急申请退休 更让他觉得这个时间点 那不能够查吗 那再来就说 这个所谓的 会不会吓跑外资来台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意向出现 我今天现场 我体验到文奇兄 扭曲事实的能力 那我先回应一下展延案 这个部分 那监察院已经立案调查当中 那么有关此案 经济部的矿物局 也依法在配合调查 这个是目前的进度 那到底怎么样 我们就让监察院来积极调查 那矿物局也会配合调查 那讲到雅尼案 其实我从小 我就搭火车 回到这个阿嬷的故乡 那在这个火车行 尽快到花莲的时候 一定会看到亚尼的这个大开发 那其实这是过去的历史工业 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 这个因为矿业法在早期 国民党执政的时代就是 大开发大破坏 那破坏山林就让整个山林就是光秃秃一片 那当时候的那个情境 当然人民不会去考量到 所谓的环境影响 那时候发展经济嘛 对 那个就是大开发的时代 那我必须要说 民进党一直是注重人民与土地的政党 不会忘记过去对于人民的承诺 那对于环境保护这一块 更是民进党一贯的坚持 这个我不需要强调 那这之中的那个特点是在于说 这一次的处理上面是卡在矿业法 也就是说朝野为什么积极 那社会团体为什么积极 所要修法的原因 就在这边嘛 它里面有霸王条款有两项 第一个是第三十一条 以及第四十七条 那所谓三十一条部分就矿业独大 也就是说业者企图展现时候 它可以原则上核准 那么例外驳回 这是一个特点 那业者可以不断的展业 这有关于三十一条部分 它会不断的扩大它的这个矿业 那第二个部分是四十七条 侵占土地条款 也就是说矿业的这个公司呢 它若想要私人土地上面 这个开矿的时候呢 它可以跟地主先调储 如果调储不成 业者只要提存租金或地价 它就可以使用土地 其实霸王条款 将要进行环平程序后才可决定 是第二个部分 再来这个矿场未曾经过环平程序者 要补作环平 也就叶伟刚刚提到的 要做环平 那再来如果没有通过环平 会怎么样 注销矿场用地编定 这是特点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通过环平就注销 那再来就整体而言 这个国家目前的总体 当然是这事件发生了 我们当然是没有人乐见 那也相当遗憾 我们必须尽快来解决这个历史工业 矿业法一定要修 而且政府也积极在努力当中 这个绝对没有怠慢 是的确 其实志豪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法修下去之后 但恐怕重点在于 能不能塑及既往 来请教年华 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说雅尼这个整个的程序 都是合法的 那现在修法在后 那有办法就是说 去所谓的塑及既往 那再来刚刚文琪也提到 会不会影响到一些企业来台投资 你政府这样改来改去 恐怕会影响外资进来投资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文绩兄可能没有看到 六月初经济学人一篇报导 台湾去年 其实从蔡英文上任之后 我们的FDI 就是Foreign Director Investment 其实是提价 其实是增加的 没有跑走 其实是增加的 而且比马银九执政时代 其实增加很多 这是一个事实 而且是经济学人的报导 我觉得其他的矿场 在矿业法修法之后 刚刚志豪提到 三十一条四十七条 这个不合理的条文修掉之后 基本上他有一套 制定好的游戏规则 可以照着走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雅妮 麻烦之处有二 第一个是刚刚仲将提到的 因为他已经给他展颜 那照行政程序上来讲 他展颜程序已经完成了 已经合法了 那我今天在修了矿业法之后 加入一个环评 那雅妮可以主张说 这个不行 因为我已经拿到了 你不能要求我还 因为法律原则不溯及既往 除非是法有另外特别规定 对不对 那除非你到时候要解套 法律上解套 就是将到时候 在修矿业法的时候 要加上这个条文 就是雅妮条款就对了 就是要溯及既往 比如说可以加上说 在今年2017年1月1号之后 才核准的展现权 必须加入环评 那雅妮这个花莲新神山矿场 自然就会必须被要求做环评 那如果他做环评也过了 那我觉得大家就反正 就照规矩来 这是第一个解决方法 另外一个解决方法 恐怕就是政治处理 那政治处理 就是可能就要看行政院 或是找谁去跟雅妮讲说 虽然法律不溯及既往 但是为了你雅妮的企业形象 为了整个远东集团的企业形象 是不是雅妮可以主动来同意 接受环评 这是政治处理 那至于说你要用法律处理 还是用政治处理 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用法律处理 就是在立法院在修法的时候 在修矿位法的时候 就加入一个数级既往的条款 那这会有困难吗 修法当然没有困难 可是就是说你法律上能不能够说服 因为站在雅妮的立场 如果假设 我假设 他现在是拿到展现20年 展现20年 然后将来假设立法院修矿无法之后 加入一个还评的数级既往条款 结果他还评不过了 他不能再展现20年了 雅妮还是会去打行政诉讼 他会认为说你这个修法 侵害我的权利 侵害人民的权利 所以最后这个走上法律战的几率 相对比较高了 那也许有人会认为说 那你就政治处理 可是政治处理 他会留下一些 留下一些后遗症 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特别是因为雅妮的老板 又是在台湾 常常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这个徐徐东老板 他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那这个后遗症 什么时候会有出现一些 政治上的风险 说实在我们很难确定 因为你政府你要 你如果要求雅妮说 那你就接受还评 雅妮相对的行李人 他一定会提出一些条件 那这个条件你能不能答应 还是说你答应了什么 这个它是一个卫报弹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 法律处理 那如果法律处理 最后雅妮不服 透过法律程序去提行政诉讼 甚至申请国陪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观念 我们大家就教聘教育 如果我们照法律处理了 也还评了 也不过了 不给他展颜 但是雅妮去告了 最后要求国陪了 请大家到时候不要再骂说 你看政府又浪费人民的纳税钱 因为其实现阶段能处理的方法 大概只有这样 来来文奇你要补重回应 来讲 我就是说我还想要一个局长 没办法做这么大的决定 所以谁哪里有鬼 我觉得政府要查清楚 刚才赵 至少讲得很好 我要提醒的 不管是赵丰金 永丰金 雅妮案 我就希望你们办一个进度 给我们看 不要说船过水无魂 因为我们根据过往的经验 都是这样 第三个 刚才那个黄哥讲的FDI 容许我念一下 外商直接投资 今年前五个月 只有33.1亿美元 年减少35.2 五月单只有1.18.5亿美元 年减少48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事实胜于雄变 而且问问人民的感受 为什么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的义大 我们的什么台积电 他们用脚投票 我是要讲到说 台湾的投资环境 不断的变差 民进党政府 要必须要付出 它的责任 再来 我容许我讲最后一个 就是 其实你只要注意一个问题 又是回到人民的 实际的生活 相交问题 是不是从大起大落 我们就看到 民进党政府的执政的 无方无能 谢谢 来来 委员你要不要回应 这个未来民进党政府 在修法的部分 还包括在雅尼的部分 要如何去说服它本身 以及社会大众 修法让矿业法以后 一定要纳入环境影响评估 虽然是因为 起因是雅尼的 这个矿权20年展延 引起了社会的公愤 但是这个修法 是必要 而且是合幅 时代潮流 合宜的 因为台湾必须要很严肃 全世界都必须要严肃地面对 环境恶化的问题 所以这个修法 不会只有改来改去 是因为时代的进步 我们修了以后 以后就是一定都要 环境影响评估了 所以这个并不是因为 雅尼而做了改变 变来变去 没有这一回事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 当然要查清楚 朱明昭搞什么鬼 这个一定要 但是朱明昭不是今天才搞鬼 我刚刚已经举例给大家听过了 所以应该要彻查清楚 这个不只监察院 我认为经济部 行政院应该要主动下去彻查 这个我也会要求 但是就像刚才年旺讲的 要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 特别是行政部门 他也不能说 看到黑影就开签 特别是这个下去 如果真的要国赔 还是全民买单 到时候还是会有人有意见 所以不能够就 我们要撤销 要抓得到他违法的地方 或者是依照什么条例等等的行政程序 任何的手段 要能够真的说服社会大众以外 要真的能够合乎法律的规范 来要求才能够真的 才是真的全民最大的利益 要不然很简单 如果真的这样执政也未免太简单 我马上撤销你的权利 然后他来请求的时候 全民买单 这太容易了 但是可以这样做吗 问题也会更复杂了 不是问题更复杂 是这样太容易了 等于是全民买单而已 太好做了 有钱就好 给钱就好 但是我们该给这个钱 我认为我们不该给这个钱 所以我们才说 我们需要应该要用 环境影响评估 这个部分来要求雅尼 OK 好 除了雅尼问题之外 民进党政府的挑战 还有一例一休 以及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那一例一休 现在各县市的做法不一而足 还有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现在最新的民调 反对超过赞成 那么民进党政府 要如何说服大众呢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为了推动政策 蔡总统跟民进党籍的 县市首长参序兼开会 那主要谈到地方建设 前瞻计划的推动 那也有人提到 一例一休 牢记法的适用情况 来看比赛 趁着行政院长林全 来视察石门水库 清育工程计划 有一角逐下一任 桃园市长的 来营立委陈学胜 赶紧对林全画虾 前瞻建设预算 泛兰县市分太少啦 大家就继续证明给大家看 我们的每一分钱呢 都是值得的 因为未来在讨论过程中间 如果真的是还评 或者是可行性 没有办法通过的话 这个计划自然就会停顿下来 不会推动的 有民调指出 四省六名义不支持 前瞻基础建设 有检讨必要 林全预待坚定 强调细节都能讨论 但希望大家支持前瞻条例 让他尽速通过 由于三月 蔡总统找来 民间党籍县市长 在管底参序 就有人提议定期举办 广泛交换地方意见 跟基层民情 因此这个月二十四号 蔡总统再邀 县市长参序兼开会 习间主要谈论到年金改革 前瞻计划 还有一例一休 我们要保障整个劳工 周休二日 一方面又在企业之间 如果有若干的困难 怎么样能够更有弹性 大概昨天都有讨论 跟中央反映台南市各界 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我们也会广为宣导 辅导 然后来改善这个劳动条件 因应七月一例一休 进入检查期 劳动部二十九号 也要邀请各县市首长 当面共通 讨论各种可能状况 要如何处理 从府院到地方诸侯 蔡总统期盼 经过政府清楚说明 不管是一例一休 还是前瞻计划 都能更获得民众支持 民进党执政的挑战 包括这一例一休 还有前瞻建设条例 我们来看到一份 最新的民调 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 那国人对于八千八百亿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来支持倾向 那其中赞成的部分 是大概37% 不赞成的部分 已经高达50% 我想先请教委员 现在执政的挑战 包括基础建设条例 反对的比赞成的还要多 那现在民进党说 要印制这个十万份小册 是不是足以来说服社会大众 那还有就是一例一休 那七月一号 是不是要开法了 说实在 我不相信前瞻基础建设呢 反对的比赞成的还多 不过我相信会有反对的人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说的轨道建设 那大家知道这个北部地区的轨道建设 做得很好了 比起中南部当然是好太多了 那所以呢 他们觉得 这个哪有需要再花这个钱 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到其实南北的差距有这么大 那对他们来讲 他们会讲说 哇花这么多钱在这个轨道建设 当然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比如说那个罗明才委员竟然还说 竟然还说 这个我就真的有点气愤了 叫做南部的人哪有资格做什么轨道运输 哪有需要啊 南部不是都在种田吗 难道要拿着这个锄头去做捷运吗 就算拿锄头为什么不能做捷运呢 为什么我们缴税还是只有你们北部人才能坐捷运呢 那你说南部坐捷运就一定亏钱吗 那所有的公路都是政府出钱的 有在计算成本吗 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嘛 就是说我们当然不是只有中央给钱 地方还是要负责营运 还是要负责营运是不是亏损 亏损要弥补的 所以也不会随便真的有人就说 只要盖了就好 亏钱没有关系 不可能的 还是觉得说实在是有必要的 但是民调能不能展现 比如说今天要坐在台南或者台中的捷运 当然我们都很开心 很高兴 我们当然会支持 但是不是的 我刚刚说的 北部的可能就觉得没有必要 那这样就用还是用这些意见为主要的意见吗 我们就比较本位主义啦 是没有去替其他现实找向 包括其他比如说水环境 比如说水环境本来国民党也很反对啊 后来前一阵子下大雨以后 他进来就说不然轨道不要做了 把轨道的钱拿来做这个水环境 我们就赞成了 这种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不是说今天想到什么 有什么事件 我们全部的资源都投注在那里 我们真的政府不是一次只有做一件事 必须要所有的事情都要尽量来兼顾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一次到位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一次完成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一次完美 但是我们就是要有计划的这样做下去 所以前瞻基础建设是建设台湾 是投资未来是一定要做的 我相信做下去了以后 大家就会知道这绝对是好的 另外一粒一休 我要很慎重的说 这个我们就没有推脱支持了 是 我还可以稍微再回想一下 我们那时候的背景 我们很抱歉 我们承担的力量不够 因为蔡英文总统在选举的时候 他要求 他说出要照顾劳工 要改善台湾的劳工的工时太长 薪资太低 这是一个事实 依照全世界来比的话 我们的工时太长 薪资太低 所以他希望能够改善 他太积极认识 勇于认识了 所以就在上任以后 赶快想要推出一粒一休 但是我认为这个国民党就没有资格讲什么话 因为他那时候要的是两粒 好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国民党现在反过来 又骂我们的一粒一休 而忘记自己的两粒而已 我是要说那时候国民党的压力 除了劳工以外呢 国民党的两粒的压力事实上也对我们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 可是这不是推卸责任的借口 既然你叫做执政党你就要承担你因为这样的压力而通过的 后来大家检验的结果是有这么多问题的 你还是必须要勇敢的面对 你错了 你太粗糙了 我们很抱歉 这真的要慎重 也必须要承认我们的错误 对 可能之后要考虑是不是 可能要修正或怎么样修法 是 当然 但是话说回来 我还是要这样说 大家都看到媒体了 我不确定 因为我也是从媒体看到说 蔡总统希望可以修法 林权院长是觉得说 只要用弹性处理 我认为我比较倾向要用弹性处理 为什么 因为一粒一修这种劳基法里面的劳资双方的问题 千行百业 其实没有办法一个法律完全规范的好 这个很难 非常的困难 高度困难 所以我认为我主张是 第一 这个磨合期 这个辅导期要再加强 要再拉长 不能开始就开法的所谓的检查期 我坚决反对 我认为至少要再半年 最少 但是到底多久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谈 这个辅导期要做什么 就是让劳资双方去做磨合 磨合什么 磨合出一个劳资双方可以接受的弹性处理的方案 然后如果他是职业别的他是整个产业别的那么归中央管的就请劳动部来合备如果他是中小企业小型工厂或者比较地方管理的产业呢就地方的这个劳工局来合备 政府的角色必须要再拉回来当裁判仲裁的角色而不要跳到第一线去人家劳资双方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自己要跳出来供亲笨鼠柱这个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不好的 我们给文奇这国民党是不是忘了自己当初提的两例再来前瞻建设是不是也要做些修正 我一并回答如果蔡英文去政府继续这样搞下去我说那个不要说游盈龙的民调只有更惨没有最惨因为蔡英文的反反复复其实前瞻委员讲得很好可是委员完全忘记了其实他如果要一枪不用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我也不要他多厉害他只要说好民意公开挑战林权说要辩论基本上只要林权接受了好民意的挑战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可以解决那民调里面的大概一半以上 谎论陈伯志 吕秀莲 刘璃儿 连我曾经讲过林静英的大记者到底他现在听懂了没看懂了没前瞻我已经讲过了前瞻计划之所以会被诟病是因为之前我们讲没有精算师敢签证还有陈天师根本搞不清楚而且之前为了要胡隆大家他说这个东西不是三四个月拼凑出来是两三年前各个部会就在蓝宁下面就开始在弄了我就反问嘛两三年前的东西会前瞻吗更何况这些所谓的菜黄狼的台湾 车辆公司会不会有嫌疑去包了那一半以上四千多亿的轨道工程谎论台湾的少子化的一个趋势到底我们民进党政府有没有考虑进去接下来我回答简单的一例一休一国多治其实刚才委员讲得很好其实如果说蔡英文的政见不是想推卸的话他们就要想想为什么魏民谷赖神林家隆还有之前的柯文哲的疑问高雄市政府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东西要问问人民的感受为什么严存佐现在的台南市党部的主委要主要 有万人修法联盟还有何欣存连上去都不能够上去讲话谎论这些挺绿的所谓的中好企业主没有人敢挺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政府不要好像我觉得搞到最后就是我刚才讲见鬼了 民进党好像还是在野党委员还似乎在嘴硬而且我要讲的劳动部各位我们想想看劳动部我不管他是不是表姐部长 你只要想想看到时候少子化的状况他为了应付所谓少子化的国安政策他的部长跟他的主秘跟他的次长基本上是一边一国是比一国两制 那么有关这个以利休跟前瞻建设到底要如何加强沟通如何修正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好民进党的执政挑战来请教年晃以利休是不是要继续辅导下去那这个前瞻建设如何去说服大众 我觉得以利休到未必是一定这么硬邦邦我的看法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阵痛期当然每一位委员立法委员他面临的选区的产业结构不见得完全相同 如果他的选区的产业结构是中小企业为主那对这个委员来讲他可能就会认为说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为什么我认为他阵痛期呢大家其实回顾这半年来的新闻 今年1月1日是新制开始实施所以大家吵了一阵子当时吵的主题叫做物价因为一利休而上涨 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最近在吵是因为7月1号开始就所谓的辅导期结束 但是其实因为老减单位他的行政裁量权其实还蛮大的所以我会建议老减单位7月1号开始除非是这个老板是很恶意的在违规 其他基本上我认为还是应该以辅导改善为主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很多我接触到一些中小企业老板他们对一利休真的不了解 他们只是因为不了解而害怕担心怕被罚钱 他们其实真的不了解很多我甚至碰过餐饮业老板跟我抱怨说他现在6日加班费多好多 我说你怎么会多因为6日我餐厅不可能休息啊 对生意正好 对啊我来他就要2点66啊 我说你搞错了吧餐饮业是弹性公司耶 你可以8周或4周弹性公司你只你只要让他排休就好 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休6日 所以可能很多中小企业他真的搞不清楚 他一知半解 对但是他怕被罚所以他就本能性的说那赶快改赶快改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大概基本上勞检之后开始做 那还是对于真的不了解状况无心犯错的还是给他辅导给他劝导 那而且呢你说勞检縣市要不要配合 因为台湾现在劳动检查的现况是除了直辖市以外非直辖市的縣市根本没有勞检的能力 他都是由中央的劳动部在负责劳动检查 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配不配合的问题啦 最后我要回应一下文检兄啦台车公司是国营事业啦 让台车赚钱又怎么样还是国家赚钱啦 对应该要支持啦 对对对对 对不好意思至好最后时间了 bro边 bro'm bro Gupta